他們說可能是禮拜五才會有 然後所以可是昨天群組就已經泡一堆人了 自備野餐店石頭擺在地上搶占位置 明明週日才是演唱會 週五一早就有人來卡位 還有舞台前這一圈紙箱 至少二三十個位置都是同一批人站的 前面全部都沒有 大概有二三十個人 人流來過 團結力量大麻 粉絲主群組一起站 還怕被挪動輪班來檢查 甚至有人留字條 寫人數兩到三人誤鬥 有申請排隊和聯絡人電話等等 但花花綠綠的野餐店 全擺在舞台前真的有愛觀瞻 會不會覺得很亂 有一點 看到一堆東西在那邊就覺得很亂 不好看 昨天就有看到 對啊 昨天 昨天好像前天都有看到 高雄夢時代跨年晚會 邀請謝金燕 維里安 人氣南團歐奏輪番上陣 但粉絲五天前 就把搖滾區前幾排全佔滿 相較之下 台南上周耶誕演唱會 搶先卡位的都火速清理 這次跨年也宣布 12月23號才開放民眾親自排隊 就是要杜絕站位歪風 各縣市跨年卡司都很強大 也讓訂房率都破九成以上 飯店目前在跨年黨期的住房率已經九成多 那橫村半島民宿今年預定的狀況 雖然來的比較晚 但是一樣維持在有七八成以上的住房率 不少人預定墾丁民宿飯店 因為2024年本島第一到日出 清晨6點35分出現在屏東橫村龍坑 如果想和2023年好好告別 最晚日落則是傍晚5點24分 在台南七谷海堤 TVBS新聞南部綜合報導